市长换人空气换星 这是台中市长卢秀燕在竞选时喊出的口号 而卢市长在上任之后 也随即提出台中火力发电厂四号机组应该停止发电 但随着中央内阁改组在即 迟迟没有获得回应 市政会议中市长再次主张中火四号机组应该处议 也请环保局、金发局跟环保署经济部联系尽快召开会议 台中市长卢秀燕上任第一天就发放骨关空气瓶 宣告改善空污的决心 8号上午的市政会议中 市长也表示台中市一定要强力整治空污 主张中火四号机组应该处议 透过部分机组退场 解决中火对中部地区带来的污染问题 我们强烈的主张 我们四号机组应该要处议 这样一个讯息 因为我们迫不及待 所以我已经在行政院会的时候 有当面向赖金的院长提出请求 那他关系这个议题 可是对于这个东西并没有具体的回应 但是我要求说 大家应该要好好进行协商 正是我们中部地区民众的一个请求 环保局表示 全民的用电需求 台中市也必须负担部分的供电任务 但随着107、108年 外线市有许多电厂机组要上线 而四号机组是中火内最老旧的一部机组 在停机不运作的情况下 并不会造成电力调度的困难 这两年新建基组的商转 台电在电力的调度上的话是更有弹性的 所以在未更新以及最老旧的四号机组 全年不停机的运作的情况之下 除了有助于空气品质的改善的话 而且也不会对供电的稳定度造成太严重的冲击 要根本解决中火火力全开衍生的空问题 我们除了地方要落实减煤减排的工作以外 中央也必须要调整整个能源的政策 解决电力供需的问题 市长也强调前几天空瓶不良 当天高瓶地区是鸿海台中是菊海 可见停止机组对空污有直接影响 希望透过源头解决改善空气污染工作 让台中空气品质越来越好 市民能够自由呼吸 既阳总缓台中采访报道